政治新闻的焦点议题是 总统跟立委选举是否要合并进行 中选会在上个月已经在全台湾各地 举办了五场公厅会 并且进行民意调查 最快这个礼拜五就会公布结果 而内政部长江一华今天在立法院表示 如果中选会最后决定 总统跟立委必须要合并选举 那么内政部就会暂缓推动 不在即投票的修法 相反的如果是分开选举的话 内政部就会继续在总统大选 推动不在即投票 内政部长江一华 中选会主委张博雅共同到立法院备巡 面对立委提问 总统立委选举二合一是法性的问题 江一华和张博雅都主张不需要修法 而且针对是否举行二合一的民调结果 最快星期五就会公布 你所讲的话 你要不要调出来听看看 你要不要调出来听看看 当时张博雅主委是说要修法 你拿的是两种的选票 在我们的护政机关登记得非常的精确 所以不会因这个而发生问题 公职人员究竟指的是什么 他们包不包裹总统 如果公职人员选举报免法 不包裹总统的话 这两个法条的解释自然就不会产生矛盾的 江一华表示如果总统立委和平选举 透过相关办法的公开宣扬或教育训练就可行 也强调如果中选会决定 和平选举将会暂缓推动不在籍投票修法 二合一选举确定的话 那我们那个修法就可以暂缓 如果说确定是分开选举的话 那我们那个法就会提上行政院院会 然后继续推动 江一华强调国内不在籍投票采取移转投票 在总统选举中只有几组候选人比较单纯 如果加上立委选举选区多而且复杂 如果合并选举和不在籍投票同时进行 比较不容易执行 目前虽然不在籍投票的修正版本 已经送到行政院完成审查 但一切还是会依照中选会在4月底所做出的决定 如果分开选举 就会继续推动总统选举不在籍投票立法 记者林信公俊林台北报道